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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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两个金 我就说他今天不抱我了 抱抱 太感谢你们了 好激动 真的有十二年没见了 有吗 我以为是十 差不多 你更年轻了 你怎么这才 应该的 欢迎你重游香港 我在想 如果今天时间可以配合的话 我会带你去 去我的排练厅 还有一些 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饿你的 很棒 那今天你做導遊 好 好 我做司機 我們先去吃飯 好吧 最幸福是我 有時裝倒流的感覺 好 太好 上車 來 孩子 我們就這邊 就是很巧 因為那個時候我其實就是 在採訪你的時候 我還是在電視臺 就出來那個照片效果還蠻好的 對 很特別的 對 你那天穿的也是很有戲劇張力 戴一個禮貌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做回汽車節目 後來就機緣巧合 就是我們的老闆 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說 我現在做了一個視頻公司 不如你出來跟我做吧 好多時候 如果我們不冒險的話 其實我們更大的能力 沒有體現出來 清晰了 我當主持人 但是主持人有好的不同的方向 對 對 對 所以你現在做你自己的這個板塊 我覺得挺 非常好 我現在就很期待去看你的劇 因為剛才我問了 我問了詹先生 他又是一個人 是一個人的演唱片 對 對 第一次看真學的那個舞台劇 但我想不出來 我是… 甚麼時候 1年的時候 我是自己買票 1年… 如果1年 可能我做了一個表演 叫笑臨十八窮人 有一點印象 有一點印象 笑臨十八窮人 很好玩的 一個one man show 加上樂隊一起做的一個演出 那時候很好玩 對 那是我第一次 就是很近距離的 去認識真學 因為以前都是在電視機裡面 去看 對… 那你那個時候 你認識他了嗎 不認識 我是要付費買 去看的 現在就不需要了 現在也要移讓 請一下 你應該記得 我在我們的訪問裡邊 我不斷地提甚麼是PIP 是 我記得 Bearer, Imagination And Play 好玩的人生 我覺得很重要 然後我們用甚麼的態度 去面對所有不同的事情 發生在我們的身上 我覺得這個是 對我一生在排練 創作 還有我個人的經歷裡邊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個時候我們碰面的 是我一個新的作品 現在這一個 可以說是上隔十年 我重新再做一個新的 十年一個小節 給自己的一個新的成果 可以看到 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一起去 好期待 來 乾杯 乾杯 歡迎 好 先生 你覺得他的前臉怎麼樣 有沒有像甚麼 一隻大鳥 對 他就是做那種 昆蓬展翅的感覺 很大氣 我覺得很符合中國人的審美 而且這輛車 其實它特別的長 所以你看到它停在路邊 就很有氣場 很舒展 對 滿大方的 好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 是不是去你工作室 不要太心急 帶你去一個 對我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個時候在裡邊學我的戲劇的 你去弄的地方 對對對 好 你先上車 哎呀 又辛苦幫你 帶我們去演藝中心了 比在公司坐著要好 今天我就當司機 你們好好拒咎 我特意帶君子 去這個演藝學院 因為我的舞台劇 就在這兩個劇院裡邊出現的 所以也是跟我的夢想有關 你的夢想開始的地方 對對對 然後我們今天坐這個夢想家 我覺得也超級契合你 對呀 在我的心中你就是夢想家 你有沒有發現這部車 就坐進來之後 它真的很寬 對 你看我們倆就是坐在這裡 中間的這個位置還這麼寬敞 我之前有一個Alpha嘛 哦 我也有Welpha 但是我進來的時候 我感覺那種 明顯這個寬很多 這個寬很多 好舒服 對 而且這輛車 它其實也比Welpha的軸距 還有它的長度都要長 所以進來這個空間 你會覺得 哇 就坐在這裡 就像一個移動的客廳一樣 然後尤其是載著一家人的時候 大家就在這個車廂裡面聊天 因為它中間也是有雙層架膠玻璃 所以聊天的時候也覺得蠻安靜 很安靜很安靜 我就感覺到在這裡的話 好像一個很很蜂蜜的 很安靜的一種感覺 對 因為它的內飾 包括車廂的氛圍 還有這些皮質的包覆 其實都要比Welpha 又高了一個檔次 對對對 這個椅子很重要 對 這個就是頭等艙的這種座椅 而且它很寬 對對對 所以坐進來之後 覺得它乘托各方面都是蠻不錯的 就很放鬆 而且還有座椅通風加熱 按摩 對 我們開一下按摩 按摩 可以自己跟大家講的 嗨 藍頭 嗨 打開按摩 正在打開右後按摩 打開左後按摩 左後按摩打開 喂 打開左 它在幫我按摩 但是有趣它 它聽廣東話 對 對 就很方便 我就可以跟大家練一下廣東話 我在車上會教的 哦 哦 哦 我說什麼回事啊 你看後面 好 因為它幫我按摩 還有一點就很強悍的優勢 因為它是PHEV 綜合續航 就油電一起 可以超過一千二百公里 一千二百公里 對 所以就是在香港加油是不是很貴 不要說了 太離譜了 如果就是你現在買MPV 你會比較看重什麼 我覺得安全對我的一個要求是第一的 對 所以這輛車的一種安全的設計是怎樣 另外一點讓我覺得就是很有優勢 就是它安全 因為現在新能源車 除了我們對它的車身的這個強度有要求 另外一方面就是對電池的這個保護 也是很關注的 這輛車我覺得很安全的點在於 它下面電池包它有一個下護板的 而且那個下護板它的強度是可以達到潛艇級 就不怕它會刮蹭到就傷到這個電池組 還有一方面它用的這個雲母電池 因為雲母的那個耐熱性極高 所以它就可以防止熱失控的時候 它的這個進一步的去蔓延 就很好地控制了風險 因為你看我們看到好多社會新聞上 那些電車突然著火 哇都燒得很很恐怖 所以這一點上我覺得這輛車也是 其實做的很有安全感 非常有 哇我真的是做夢都沒想到 我是要當一個司機 你開得很好 而且你特別的苗條 所以你開這輛車就覺得 哇好厲害 正苗條駕馭一輛 感覺好像很厲害是吧 是車厲害其實 不過其實說實話 我今天也開了三四個小時了 但是說實話真的不覺得 累這個車的話它雖然是個大車 但是其實它的反應各方面 我覺得還算是蠻靈活的 沒錯 對我家裡面其實是沒有MPV的 所以你今天其實一開始說 我要當司機我是有壓力的 就是開著開著我覺得還好 這個車給我的反饋各方面 還是怎麼說很跟手跟腳 對對對它就是不會像一個你在開船一樣 而且我覺得藍圖的車 因為之前我也開藍圖Free 我覺得藍圖他們對於這種大廠 對於底盤的調教是很有經驗的 所以你覺得這輛車過一些 顛簸路面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難受 也不會覺得它特別晃很散 所以這一點上我就一直都蠻認可它 就是底盤上面的這種表現 這裡就是香港營業學院了 好 進來看看 來 你熟悉的地方 Yes 就是一進來這個空間 然後有人在拉 有提前 出來的感覺特別好 然後上面是表演的場地 一千零七個觀眾的一個歌劇院 我的很多個戲都在上面去演 就是你第一次來這裡 你就有感覺 哇 我屬於這裡 對 呼應上了 是不是叫做 對 所以這個是我的夢想的起點 對 夢開始的地方 這也算是你的母校是吧 對 表演的母校 是不是挺難考的其實 對 尤其是我那年 是大概一千五百人去考 但是那年碰巧是基礎班停了 那年只受五個學生 好厲害 非常非常幸運 那他們考試的時候 都考什麼 你要讀一個劇本 演一場戲 就給你一個命題 對 那你等一下把這個考題給卷子 然後大家日常去發揮一下 好 不行 你要先教我一下 好 現在就去 好 好嗎 哇 這邊的車位都很緊張 而且好窄 不如試一下它的自動泊車了 好 你還是比較相信它是吧 對 我試過它OK的 好 讓你選擇看一看 對 好 自動泊車 好 它自己在動了 哇 讓它自己來啊 嗯 我的手還是隨時準備著 準備接管 它可以的 你讓它試試 車位確實窄 對啊 香港的車位特別窄 是吧 你們的 是 是 全大 從人 也 一切掛 如何用手上枯牌 闖出境界 腳好一切契機 到來信心變態 看著手上枯牌 接握心態 你来做个小训练 就可以了 你是要先摸底我吗 不是啊 直接就教我了 对对对对 这个如果你能做到就几乎 可以出道了 对对对对 真的 那你牵我好了 你怕疼吗 怕的 那太好了 把你的手伸出来 两只手 对对对然后可以可以这样 然后呢待会是怎样呢 我会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的下面 因为一个演员最重要是 什么反应对 对你也知道了 所以待会呢我会很慢的 OK就打你的手 然后我要躲 这个我玩过耶 是吗你小时候的玩过 对对对对 但是呢当他是一个演员的训练的时候 就不一样 那要注意什么 你先玩一下 那你只可以打我的手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不会打你的脸的 放心 好不好 很爱我的演员 好 OK 好 来 那我们就来了 我们已经开始了 OK 我就 他很厉害 他整个手都可以这样 OK 只只手就可以了 OK 你的手不用太高 低一点 低一点就可以 你觉得有点害怕吗 有 很紧张 我们改一改这个练习 有了这个反应之后 我们有第二个游戏 就是我们聊天 但是同时间聊天的时候 我们也玩这个游戏 你跟我吵架就可以了 好吧 是陌生人吗 不 就是我跟你 就是我演我自己吗 对对对 好 演我自己啊 好 那我来打你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发脾气啊 你为什么发脾气 你为什么发脾气 我等很久啊 你等很久啊 你没有打到我 你没有打到我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笑什么 你跟我吵架 好 来 到我了 你今天为什么迟到我 我没有迟到 有啊 我没有迟到 我在那个湾仔等了你好久啊 我按时来的我 什么时候 你几点 我十点多就到啦 啊 我们是九点钟的 我们约是九点的 不你跟我说是九点的 那她跟我讲错了 她错还是你错啊 哈哈哈 你真的有点难啊 对对对对 我还挺好的 好 所以呢这个难度是在 很难的 是在这里 那其实这个训练就是说我要 就是我要忘记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反应 但是我要 脸上其实要表现出 别的台词吗 对 你怕我打吗 还有别的玩吗 有有好多 有好多 我们可以玩十个小时都可以 但是你觉得 刚才这个练习 对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我的注意力 可能会在这个游戏上 然后我忘记去跟你对戏 然后我会呈现出 我真实的一个表情 但是忘了 我们俩要演吵架 对对对 因为大部分人 包括我自己以前 都是一样的 我们很在意 游戏的赢跟书 如果我们太在意的话 我们什么都 没办法做得好 对对对 比方说 我有一些东西我想做 但是我很在意 别人怎么去看我 那我就没办法 去做这件事 只要我自己喜欢 我觉得这个好玩 哪怕我是被打 我觉得这个是游戏 但是我不会放弃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推动我自己 有我自己的梦想的 那个概念 所以就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有一个梦想 那无论是失败 跌倒也好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过程 追学梦想的过程 就已经是一个奖励 对对对对 还有我觉得 每一个梦想家 都需要有这种 玩的那种精神 对 不怕失败地 去拥抱 在玩的过程里边的 成功跟失败 所有的经历 对对对对 其实都是游戏的一部分 对对 都会对你自己有收获 没错 这个很棒 好 谢谢 谢谢 开心吗 今天 今天超级开心 也谢谢Bonnie 对对对 这些梦想家 今天见到了久违的 我心目中的 真正的梦想家 谢谢谢谢 而且我今天见到你 你知道吗 我又觉得自己 哇又充满了能量 因为你向我展示出来 一个真正追梦的人 有热爱的人 其实时间在你这里 根本就不是一种流逝 而是一种营养和收获 一种财富 对对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就是当你有梦想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人生 可以完全地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都是有梦想的 对 所以我们生活的 特别有有动力 因为我觉得 有方向 对每个人都需要 有我们的梦想 去带着我们往前走 对对对 那我觉得咱们俩 其实是蛮幸运的 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知道哪个是我的梦想 我想去做什么 对对对 那如果有很多朋友 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梦想 或者他觉得 哇我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 我是不是错过了自己的梦想 那詹斯尔 有没有什么好的人生建议 就是分享一下我的 我的体会吧 我觉得梦想不是限制于你什么时候有 我觉得最重要是你慢慢要建立一种 听你自己的声音 内心的声音 对这个声音是带动我们去知道我们内心 其实最想做的事情 但是在外面有太多人会告诉你 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 忠于自己内心 对你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 永远都有一个甜甜的一种笑容 去看见你的梦想 我觉得这个梦想会慢慢从不同的方向 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的 对你要先去很用心的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没错没错 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分 没错 每一个人都有 对所以你们都有啊 嗯 嗯